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生到这个世界以前 就被注定了要背负起经历各种困难折磨的命运 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该认定人间没有乐趣 或生命没有价值 我们虽然被注定了要靠劳动 靠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虽然被注定了有七情六欲 来品尝人间各种各样的离合悲欢 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却有机会欣赏这有鸟语花香的世界 我们还有智慧可以体会人间苦乐的真谛 我们也还有心情来领略人间的爱心 善良和同情是何等的珍贵 总而言之 和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 我们的收获是更大的 我常把人生比做一次旅行 辛劳和苦难算作是我们所不能不花的旅费 而在这一趟旅程中 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五色缤纷的经验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可以当作那是我们在旅途中的跋山涉水 走狭路过仙桥 而当我们快乐的时候 那是我们到达了风光明媚的住所 卸下了行装 洗去了红尘 再欣赏留脸 也正如旅行一样 不在某一处风景区永远停留 而只能在驻足一阵之后 该又背起行囊 去寻觅另一处家境 因此人间的苦苦乐乐 我们都该把它看作理所当然 做生意顺利的时候 裁员滚滚而来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是顺境 一旦遇上了风险 逆境来临 就又要过一过 节衣缩食的苦日子 不够坚强的人 当逆境来临时 就难免会匆匆结束这次旅行 提早承认自己的失败 而假如我们够坚强 就该明白 我们就是为经历这些风险而来 作为一个像样的旅行家 需要勇气 也唯有有勇气承担旅途风险的人 才可以到达人生的圣境 才可以领略到一般人所领略不到的化险为夷 夜尽天明 辣尽回春等等的乐趣 因此每到逆境时 我们要忍一忍 熬一熬 再多拿出一份勇气和信心 不要只看旅途的艰苦 而要把希望的灯光点亮 去照见那你所想要去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到环境压力的时候 但在这个时候 你与其悲伤流泪 就不如将自己既有的条件去慢慢耕耘 一旦机会来临 自己有了足够的条件去应付了 境遇也就好转了 许多事实是我相信 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可以缩小到最小限度 而一样保持乐天达观的心情 只要你自己不让自己消极颓废 环境是不能把你怎样的 懂得旅行乐趣的人 往往对平坦豪奏 容易达到的地方没有兴趣 而偏偏喜欢去找那些险峻的山 未开发的林 或者没有人烟的道 他们认为旅行的乐趣 在于克服那些途中的困难 在于到达别人所不易到达的地方 在于发现新的家境 懂得人生的人也是一样 他们往往不喜欢平庸的生活 而有胆量去尝试一些困难的冒险的 但却有内容有意义的生活 因为他们知道 当困难克服了 险进过去了 他们才会尝到一些人生的真味 他们才会真正懂得 人生的苦是怎样的苦法 乐又是怎样的乐法 贫穷的滋味怎样 失恋的滋味如何 而他们最大的收获 却往往是成功的快乐 足话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所谓人上人 并不是一般功利的想法 而是说 他可以在生活上 比一般人较为豁达开朗 眼光远大 做起事来 可以得心应手 如果我们从小就安安稳稳 无风无浪的 像花朵一样 生活在暖房里 我们所见的天日 就只有那一点点 所能适应的温度 也就只有那一点点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相信逆境 能够启迪人生的智慧 我是应游 如果喜欢我们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 我们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去听 相聚的聚 听见的听 就可以听到 我们的更多声音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从什么时候 可以看穿你的眼 跟着你的时间 是多云还是晴天 到你的眼中 没有过往 只有灿烂 我将告别 完整的孤单 变成一半 只梦为马的生活 我早已习惯 许多花年的夜 让我一身疲倦 夜空一片灰暗 怎么给我答案 黑色的夜 黑色的夜 睁开的夜 只是黑色的眼 我生泪只是一条大海的船 我选择漂泊 你却选择打扮 感受太阳的红 和大海的蓝 你是否愿意 享受不再靠岸 青春 青春已走得很远 如我所盼 没有如期 回来 解开了 离别的答案 如果从前的旅途 不知是考验 我愿给你一座斩月 与你共度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